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先開始 我們先來看這一張投資朋友 對不對 這是我11月四日帶會員買的股票 我們也還沒有走 它叫做光磊 我想我先前有跟大家講過 其實蘋果概念股裡面說真的 我比較喜歡新的東西 對不對 什麼東西是新的 很明顯的 光磊是新的東西 因為這一次Apple的S6 它可以測血糖 它可以測血氧 用什麼 用LED 用LED去偵測對不對 那這個感測的是誰做的 就是光磊做的 對不對 這我不想花太多時間講 因為畢竟啊 當初是23.5到24元 到現在其實有一段的時間了 對不對 有一段的時間了 投資朋友 安全的股票 莫過於就是這樣子嘛 安全啊 安安安鑽鑽 慢慢掉下去嘛對不對 就慢慢的給你漲上去 它今天終於突破了 會不會往30走 我們不要對這個股價做預期 我昨天跟大家講過嘛 對不對 這個同業 我們公司同業 對不對 沒有期貨牌 都會有人知道沒有期貨牌了 還好我有期貨牌 還好我也有證券牌 好不好 我什麼都有 我還有會計師牌 對不對 我們這我不講 不要去扯人家這東西 我不講了 我只是跟大家講 其實我在節目跟你講的是長線的方向 或許你跟著我們一起 23.24元 因為它混了一下子進去 可是你可能24元就走了 你或許25元就走了 你待不到今天的27.4 那不重要 沒關係 對不對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單一個股 叫光雷 我接下來跟你講的是一個 整個的一個族群 它叫面板股 投資朋友 它叫面板股 對不對 這是今天早上 就今天早上 我傳給非凡58台 我今天早上負責開盤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都有準時收聽 對不對 我講什麼 我講面板 對不對 我講低潤 投資朋友 我講低潤 面板裡面 我提到 彩晶 對不對 昨天法人買超4萬多張 友達買超6萬9千張 群創買超7萬5千多張 對不對 彩晶收費什麼什麼什麼 友達收費什麼什麼什麼 夠了嘛 真的夠了啊 投資朋友 重點是你有沒有買 我相信 看我節目看了這半年以來啊 看半年就好了 不用再看到一年兩年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 面板股就是怎麼樣 今日高點明年低點 什麼叫今日高點明年低點 或者是今年高點明年低點 就是明年一定更高嘛 我還要講嗎 投資朋友 現在12月了 我已經跟你講 明年一定更高 你這樣信不信了 你信不信了 今天三大面板廠 全部都同步創新高耶 你現在信了沒 重點是他很便宜啊 有些人天天在最高點 叫你買什麼 4968 最高點叫你買什麼 說整天 昨天這個 有人啊 把我不敢做事先做了 不過今天他就套牢了 不過那不重要 我覺得他套牢不會很久 那不重要 那不重要 但是我昨天做的是什麼事情 投資朋友 我也跟大家講嘛 我昨天我最近做的是什麼事情 我最近把一些股票 該走的走一走 不漲的我就走了 像戴宇他又不漲 我就走嘛 對不對 我就走啊 戴宇 投資朋友 他不漲嘛 我就走嘛 那昨天也趁著說 我們的371日月光大漲的時候 我們把永冠 一堆人在罵我永冠啊 說跟著我對坐就贏了啊 對不對 我們就讓你 讓你如願的我把永冠給砍了 可不可以 我換股操作 我換什麼股票 投資朋友 除了換我昨天尾盤 跟你講那個 昨天的節目跟你講那一檔股票之外 那檔股票叫3025的心通 新聞鞋那麼大 我講嘛 另外就是換這個 投資朋友 你要買幾張就有幾張 時間是1點11分 我現在特別貼出來 網路上的這個 摳出來的摳訊 這網路上流傳的摳訊哦 漫了三分鐘 這次漫了三分鐘 我這邊沒有剪出來 他漫了三分鐘 這次漫三分鐘 不過不重要 都買得到 我覺得這摳訊摳得很乾脆 你自己看清楚 我說 彩晶6116 友達2409 新會員可以直接買進 這種不必管什麼價位 買盤都向千張 要拉漲停也不容易 看清楚了沒有 我不用設價位 Open開放 我開放給你買 不用設價位 因為我那個時候一看 上面賣盤都掛千張 昨天尾盤的時候嘛 1點10幾分嘛 賣盤都掛千張 我隨便你買 你只要敢買都買得到 對不對 你不要說快遇師 你這樣沒有設價 我不敢買 那我怎麼辦 上面都掛千張 除非你一次給我敲一萬張 我不相信我的會員 有這種一次敲一萬張的實力 我相信我的會員 有一次敲一千張的實力 但是沒有一次敲一萬張實力 所以我這麼乾脆告訴你 你不用管什麼價位 你就直接買進就對了 對不對 這樣夠乾脆吧 對不對 這樣夠乾脆吧 因為上面幾千張嘛 不是幾百張耶 不是幾十張耶 對不對 不是像昨天我跟他講 有人在call買這種股票 沒有幾張昨天call什麼 說call什麼什麼 什麼市價買進 我說真的 這沒幾張 這沒什麼人好說耶 沒有幾張的股票 我們會建議大家限價 就像我昨天 建議我的會員買進302 我就限價 反正你都成交得到 OK的好不好 我不講這些 我不講這些 好 我今天開盤怎麼跟大家講 對不對 我說面板股的看法不變 其實我三組會員都有面板 對不對 現在混在一起 就變成都有彩晶跟 對不對 都有彩晶都有友達了 好不好 我說呢 最近車用需求強 對友達跟彩晶都是利多 我們回頭來看到這邊跟大家提的 我說今天是什麼情況 我說車用客戶的訂單 這個回籠需求 為什麼 因為之前很多的部分都轉去做IT 對不對 做這個資訊面板 所以呢 車用部分卡死了 卡死了 卡死了 全部卡死在那邊嘛 那沒有辦法 現在怎麼樣 車用上來啦 對不對 車用上來啦 所以需求都來了嘛 OK了嘛 你看 馬上你都看得到 這個9點多 我摳這一通 大家全部都看到了 OK的 沒關係啦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東西就是 現在的車用面板 應該是啦 我看起來是這樣子嘛 這我從新聞剪下來的 昨天事實上就有新聞了 只是昨天沒有時間跟你報告 對不對 現在車用面板都做得非常的大 那今年第一第二季 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個歐洲很多車廠都停工的 沒有辦法做嘛 那現在呢 疫情 你說還沒結束沒有錯 但是怎麼樣 現在至少知道要怎麼樣 跟這個 武漢肺炎 對不對 跟經濟發展一起共行 大家至少知道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沒有提到 面板雙虎 對不對 AUO跟什麼 跟這個群創 對不對 狀況就是 車用訂單 湧進來 群創本身就是 特斯拉供應鏈 你知道嗎 特斯拉這個 這個上面那個那個板子 那群創在做的啦 有人告訴我 那個 陳宏沒有在做 有可能有可能對不對 不然你要陳宏 你不然你要陳宏嘛 不然我沒有你加嘛對不對 不然你要陳宏好了嘛 好不好 我沒有必要 我們壓寶的是群創好不好 我們壓寶的是群創 這裡我都不講了好不好 這個給大家自己看 給大家自己參考啦 這個 裡面一大堆對不對 特斯拉通用 B&W 對不對 機架福特保持捷 大陸一線車廠的大丹湧入 加量又加價 結果呢 群創上一季轉賄為贏 友達轉賄為贏 甚至包括連什麼 彩晶也轉賄為贏了 對不對 現在要全年轉賄為贏 而且希望能給員工加薪 有沒有辦法 你說 奇怪 那之前為什麼這一波 友達群創下跌下來 因為市場說啊 韓國廠的延後關門 那又怎麼樣 我說那 那沒有關係啊 影響性真的不大 好不好 影響性真的不大 現在要全力出貨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投資朋友 友達也感受到 車用客戶的訂單回籠需求 還有大尺寸的產品出貨蓄望 生產線盲翻天了 我相信 彭雙浪下面的員工們 彭雙浪我不知道 彭雙浪下面的員工們 可能是天天在加班 每天加班啊 沒命沒力啦 這有可能的啊 這有可能的嘛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那這更早一天的新聞了 中小尺寸面板需求強勁 彩晶零聚第四季進步 今天零聚啊 對不對 盤中也差點漲停板 不過我個人更愛彩晶一點 好不好 我個人更愛彩晶 因為他便宜啊 對不對 因為他便宜 所以我昨天我跟大家講 對不對 這一通抗訊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滿意 上面都幾千張 你不用管什麼價位 直接買進就對了 好不好 對不對 我沒有要故意去坐駕什麼 我不用我坐駕 他就要上去啊 我不需要我坐駕嘛 好不好 對不對 不需要我坐駕 對不對 彩晶零聚 對不對 投資朋友 群創全台灣最早講的人是我 這裡可以給你作證 2020年6月11日 那時候我們帶回買群創 那時候7塊多 那時候你都不相信啊 其實那時候外資開始出報告看多了 對不對 美銀跟大謀都看多經濟解封 品牌廠啟動回補 含廠退出效應 面板將比預期更快漲價 那時候已經有這樣的新聞 你不相信那時候群創7塊錢 現在群創10塊錢了 隨便都漲5成啊 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講過嘛 如果能轉購為盈的話 10塊是必要的 甚至可能會像原金一樣噴出 我這次今年撈到原金啊 8.8元現在都快50 45、44元了 對不對 但群創投手看清楚嘛 好不好 電視面板比重高 鏡子比友達高 當時我最看好是群創 後來我們分組別 我們連友達 我們連彩晶我們都買了 因為我告訴你 其實說真的 不管你是有群創 只有友達 只有彩晶 你都一併操作就好了嘛 實在不太可能說 今天群創漲停板 友達 友達 彩晶點停板 這可能性不高啊 對不對 這可能性不高 所以呢 你就跟著 你只要其中持有一檔就OK了 好不好 其中持有一檔就OK了 大概是如此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這是我過去告訴我的會員的 9月份的時候 我說怎麼樣 連續兩週都有10.5項的友達 有8元以下彩晶 隨便你買 對 隨便你買 對不對 那我們提到什麼 伺服器明日之星 那我們已經獲利了結 賺了5成 6成就出掉 那我們不管了 對不對 9月10日 投資朋友 面板鼓報勞就是了 不管你手上是友達 財經或群創 對不對 這9月10日的訊息 對不對 還有這個你看到 我還去吐槽人家 一堆人跑去標犯德 投資朋友 犯德現在不知道多少錢 252 還有人特別開節目 告訴你怎麼去近拍的 歐彌陀佛 對不對 標到犯德的歐彌陀佛 好不好 歐彌陀佛 大家知道歐彌陀佛是什麼意思吧 對不對 請常念法號 好不好 我說不要做自己不會做的事情 一堆人去叫人家近拍犯德 今天近拍最後一天 就讓他們 寫的標單 全部關卡得標 投資朋友 我們一張都不標 讓你標到爽為止 讓你標到爽為止 對不對 很雞歪吧 就是我的做法 9月22日 面板報價上揚 續報即可 彭董說要好兩年 我們至少要報半年 懂了嗎 對不對 懂了吧 對不對 10月7日 美國股是很有趣 不過這兩天 我們應該找低點買股 昨天賣一半宣得 原來是投信支持 讓我們賣到125元 不重要 面板我的看法不變 我是不好意思說 友達我的目標價看到哪邊 我怕嚇到大家 我這邊也不講 但是我記得我在會員專題講說 跟大家提到 我怕被你嚇到了 對不對 我怕被你嚇到了 嚇到你們 我都持續跟大家報告 再來今天節目 第二階段了 面板鼓講完了 我們來講這個 這一位是侯明孝 我今天不是要罵他 對不對 侯明孝之前很看壞 環球經 非常看壞 但是呢 他告訴你 對不對 Consultation is good for everyone 什麼意思 對不對 這些購幣合在一起 對大家都好 他把Global Foundry 對不對 這不是Global Foundry 這是Global Global Stemies 就是Wavers 就是環球經 他把它從什麼 從Sale直接調到Buy 這種叫做什麼 Double Double Upgrade 直接一次升兩級 目標價看到哪裡 他看到880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沒有錯 對不對 我很佩服徐秀蘭 我今天才在節目跟大家講 對不對 我說徐秀蘭真的是女中豪傑 他之前去併那個什麼 Sung Edis 哪是什麼什麼鬼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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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廠啊 就之前跟茂迪簽 簽了合約茂迪 後來賠人家很多錢 那個那個是那麼鬼廠 他併完之後 整個矽晶圓產業整個反轉 他真的很厲害 那這一次他用 溢價48%去收購德國的市創 是Tronic 對不對 這家公司 對不對 他去收購這個市創 他用溢價48% 證明市創是一個 他很有價值的公司 所以呢今天我就 洪秀蘭這個報告 OK的對不對 Consultation is good for everyone 對不對 upgrade對不對 這個Global Wafers to buy 然後這個 還有包括什麼 他也upgrade誰 盛高嘛 就是台盛科的這個母公司啊 對不對 他也upgrade 我講這個幹嘛 投資者昨天不只他耶 對不對 包括什麼 這個是 美齡的這個研究部主管 他也把Global Wafers 怎麼樣 up to buy 對不對 他認為怎麼樣 another wave upcycle 另外的什麼 晶圓的一個 什麼 向上的一個循環 但我說真的 不是要跟你講這個 我要跟你講一個東西 投資朋友 扯太遠了 沒有扯太遠 從併購來扯起 投資朋友 其實我過去講過很多遍 但是我今天還是要拿出來講一遍 就當我是老生常談 我怎麼跟大家講的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過 一直併購 或是策略聯盟的公司 絕對比印股票換鈔票還有價值 其實最近我看到一檔股票 叫做加士達 我有在5月份的時候 我有在5月份的時候 我在股市現場跟大家分享過 他一直在賣公司 一直在策略聯盟 一直在入股公司 我告訴你這公司很偉大 這怎麼來的你知道嗎 說真的 過去我也沒有這樣的明顯的感覺 我把這故事把它講清楚 對不對 我講過很多次 只是我都是口述而已 我直接把它寫下來 2018年10月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個大崩盤 就在國慶日前 碰就忽然下來了 嚇死人啊 哇 這一次一天跌千點了 我有朋友放空賺了 賺了一億多啊 對不對 大崩盤之後 我忽然覺得 哇 前途茫茫 雖然我們有帶會員避開崩盤 但是我覺得前途茫茫 怎麼辦 是不是全世界完蛋了 怎麼樣怎麼樣 一大堆的 我就說 我就 我就問一下乙哥 黃岐 我說問一下乙哥 說最近有沒有空 他大概每週三下午都有空 因為他去主持金融家的演講 我以前也去金融家演講過好幾次 後來真的 他卡到我們上這個節目的時間 後來就沒在去了 我說乙哥我們約一下好了 有一些 有一些問題 一些問題 我想要跟你問 對不對 我想要跟你問 那 乙哥呢 我們就在這個 財訊附近的 這個咖啡廳 其實也是我們以前公司 大通附近的咖啡廳 對不對 在那邊聊天 當場有幾位 幾位老前輩 對不對 乙哥說 他跟我說 冠青啊 你好好看一下亞馬遜 他怎麼成功的 我一直想不出來 是不是很會吹牛 或怎麼樣 做法公圍 他說不是的 對不對 他說不是 他說偉大的公司 是透過不斷的併購來成長 你一聽到這裡就知道 我想對對對 亞馬遜在2017年6月份 宣布要併購全時超市 對不對 Whole Foods 不只啊 他一直併一直併 越來越越越越厲害 越併越大 對不對 他叫我看一下台達店 乙哥啊 你去看台達店 你看一下 對不對 他說台達店 是一家偉大的公司 對不對 那後面這句話 我忘記是他講還是我講了 對不對 某些專門印鈔票 換股票的公司 印股票換鈔票公司 那少朋友微妙 這應該是我講 不是他講的 我不知道 不重要 對不對 他只告訴我 要怎麼看出公司很偉大 投資朋友 我真的有看出來 今年 對不對 今年乙哥寫了這麼短短一篇話 對不對 如果你有訂這個財訊 或訂仙碳的 這我不知道它寫在哪裡 我不知道 乙哥說三個星期前寫了一篇 有台積電真好 這個星期寫了一篇 紅海到底怎麼了 他說台灣投資人 這個 台灣長期投資 最愛的兩檔股票 結果大不同 聯發科市值超越鴻海 廣達市超過鴻海 台達電股價也到200元左右 要創新高了 多少人等待了鴻海怎麼了 投資朋友 今天台達電最高是229 今天鴻海的股價已經不到台達電的一半 重點是鴻海還減支過 台達電沒有 給大家看一下 投資朋友 我幫大家算一下 我去找乙哥那一天 是2018年的11月23日 對不對 當天禮拜三嘛 當天禮拜三 24才對 24在這邊 24 我剛剛切錯 24日才對 當天禮拜三 當天台達電的股價多少錢 投資朋友 123元 當天鴻海股價多少 當天沒有鴻海股價 因為那時候鴻海正在減支當中 減支要放一段時間 換發股票嘛 對不對 那時候鴻海正在減支當中 鴻海股價多少錢 鴻海股價是多少 70 減完之後收盤是76.2 經過這麼久一段時間了 投資朋友 其實每一年 台達電的股息 應該都配得比鴻海還要多 現在鴻海多少錢 投資朋友來看一下 今天收盤82.9 今天台達電收盤多少 漲了100多塊 來到了227元 到底哪一家公司偉大 其實你心知肚明 股市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對不對 股市已經告訴你答案了嘛 至於包括同心店 昨天漲停板 今天我看到也是從平板打上來 我們之前跟你講過啦 這是11月12日 我拿來開玩笑的啦 對不對 昨天雞排妹來我們的粉絲業回話 他說他沒有參加任何老師 我昨天開玩笑的 雞排妹說他11月11日買同心店 今天起床開到漲停板 事實上還好不是我跟他講的 因為我們講的時候是11月12日 所以不是我跟他講的 天地良心 聯電也不是我跟他講的 雖然你看我節目 你去買聯電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非常高 對不對 揚智更不是我跟他講的 好不好 這開玩笑啦 開玩笑 這個 村主開玩笑好不好 回到我們要跟他談的這個話題 這我昨天講的 但我今天還沒有出手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出手別檔股票 我現在講這一檔好不好 我今天買這一檔股票 你說什麼都遮起來 你怎麼看得到什麼鬼 投資朋友 我給你這些數字 你去找就知道了嘛 好不好 我給你露出 對不對 給你看幾個數字 你再找不到 我也沒辦法了 這家公司其實今年以來 營收一直都是年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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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9月終於出現年增 地基期嘛 對不對 股價多低 你看 他只有11.5 11.6 他有低軌位息的題材 市場今天漲的原因不是 今天漲的原因是 市場法人說他打入特斯拉供應鏈 我說 這不意外你知道嗎 如果他本來就打入 Starlink的這個供應鏈 對不對 SpaceX啊 這叫什麼 這不是Space 就是 這個星鏈啊 對不對 Starlink的供應鏈 那我請問你 打進特斯拉供應鏈不是一樣嗎 就跟這個5309的系統電一樣嘛 對不對 有1就有2啊 就這樣子嘛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吧 對不對 那我也跟大家講到 現在就是漲這種 銅板股嘛 每個人都買得起 對不對 趕快利用這機會去買 就就就如此了 對不對 剛好便宜啊 剛好在秀嘛 你自己看看嘛 這一段時間他都在這裡耶 你隨便舉個例子 投資朋友 你看台積電 同樣時間台積電都噴出了 同樣時間台達電都噴出了 他大概只有什麼 洪海跟他有拼而已 都比爛的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覺得他已經整合完畢了 他已經整合完畢了 當然我接下來我還是有可能去買這堂股 但是我今天沒有動 我今天沒有出手這個 因為這個股票還是稍微貴一點點 我希望他再回多一點 他打入車用供應鏈 對不對 美尼克林2塊到3塊 那我們先等等嘛 好不好先等等 因為之前這一波漲了很多 相較於這個來講的話 對不對 這看起來更吸引我 這今天是第一根而已喔 這看起來更吸引我 對不對 那這個我就沒什麼好講的 是昨天跟你講過了嘛 投資朋友 這家公司啊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記得 我剛入行 對不對 我剛入行 就看到這一家公司了 那時候股價多少錢 220 30塊 對不對 他叫星通 他叫星通 事實上 對不對 事實上 經過這麼久一段時間 哇 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他真的是怎麼樣 在地上爬非常的久了 終於在今年爬起來了 今年前10個月 EPS0.87元 對不對 我沒有 我不想花太多時間講這堂股票 因為我已經在昨天 我們自己的會員專題講座 講得很清楚了 因為剛好 《經濟日報》寫了這麼一大篇 他不寫之前 我們也不太知道他在做什麼的 但是寫之後 你不買都覺得很可惜 你知道嗎 我沒有時間跟你 一個字一個字念完 請你自己找這篇報導 你去看一看為什麼要買 好不好 買一買昨天漲停板 今天又漲停板 對不對 今天我們沒有叫會員加碼 沒有 我今天是叫會員加碼什麼 加碼創委 對不對 加碼什麼 加碼6706那個惠特 我沒有加碼這個 沒有加碼這個 他就漲停板了 自己拉的 自己拉的 好不好 他自己拉漲停板的 我心目中有我的目標價 但我這邊不跟你講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資朋友 你不要等到我把股票掀開來才進來 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繼續去保守 我說真的 有時候覺得 這是說阿伯的 對不對 大家真的看那麼保守幹嘛 我搞不懂 超票 全世界超票印那麼多 你超票放在家裡面 一直保守 持股一成 持股0.5成 甚至都不要持股 或是賺3塊2塊就走的 我告訴你們後悔莫及 你的資產 慢慢的會跟我的會員的資產 變成有10萬8千里的差距 對不對 這些元金 台達電 四級鋼這些大行情 我都懶得多講 好不好 我希望你不要錯過明年大趨勢 如果你願意來跟著我們一起搶賺明年大紅包的 趕快把握這個機會 對不對 千萬千萬 好不好 真的希望各位投資朋友不要在那邊 望至斐薄 當然如果你一直很看空沒有辦法 我到現在還看到 節目當中有人在那邊講得非常看空 什麼國安基金走了 我們就要保守應對什麼等等 那你就跟著那些人去做 你就跟著那些人去學技術分析就好了 千萬不要看我節目 好不好 如果你想賺錢的 請你記得投資朋友 要只要能夠領先把人佈局 對不對 元金台達電 這些東西我說真的錯過我沒辦法 接下來新的這些個股 你不要再錯過了 祝大家操作順利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